哈马斯武装分子突袭以色列直接打开了地狱之门 眼见中东的战士一发不可收拾 在地的大批游客火速撤离保命 平民百姓则蜂拥躲进防空洞避难不见天日 随着通出升级 各国不断谴责哈马斯发动致命暴力 造成生灵涂炭 但是在美国却出现两极化声浪 一派是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 另一派人马则是支持以色列保家卫国 中东战争再度大爆发 各种缘由错综复杂 外界普遍认为 这和以色列封锁加沙地带16年 逼得哈马斯反抗有关 不少美国人星期天聚首白宫外头 声援巴勒斯坦人为自由而斗 我认为我认识了这些事 在美国卫国,尤其中一位 我们知道 当年人,尤其年人 尤其年人感觉 他们没有选择 他们尽力 他们尽力 不僅華盛頓上演和平示威 紐約市也有不少民眾 會晤巴勒斯坦國旗 高舉大字報 表達支持 抗議美國政府和以色列 站在同一陣線 这边有示威者 声援巴勒斯坦 另一头也有反对派 发出呼声消灭哈马斯 反对派请责哈马斯 发动突袭 以致血流成河 示威者支持撤裂还击 要武装组织付出代价 以巴紧张局势何时化解 至今还是未知数 但随着冲突恶化 市场担心会影响全球的石油供应 有分析指出 国际油价可能迎来一场血色主攻 纽约原油和布兰特原油价格 今早双双双飙涨了超过5个百分点 马西社电视综合报道